寻学的实践就导致虚假的道德 这也是中国文化孔子的 这个文化政治的理想不能实现的一个原因 我们终于把自己打扮成圣贤了 于是谋取了很高的观者 观者乃是气 对吧 我们用这个气不是行道 而是用这个气来设限自己的利益 这样的政治终于不是为民众树立道德的榜样 和教化民众 造福民众 变成了少数人的手中的什么工具 这叫玩弄神气 国家乃神气也 国家的观者都是神气 你一玩弄你就是一个贪官物理 所以我们要追问中国历史上政治的种种黑暗的根源 我们不得不追问到基本的思想上去 你怎么看待道德 你怎么看待人心 所以所谓卢道复补加上寻学造成的香院式的人格 这一系列就构成了中国政治历史的这样一个令人非常感觉到非常悲哀的这样一个过程 中国的文化生命 就经常的要面临衰落的危机 第一次大的衰落就是魏晋的时候 礼教在两汉的时候创立起来 也就是那些典章制度 通过对儒家经典的研究 两汉的中国学术的特征叫两汉经学 研究经典的目的为了设立符合儒家精神的典章制度 典章制度设立好了 但很快就被破坏了 东汉末年的时候天下大乱 三国 然后着落中原 最后礼蹦越坏 礼教变成虚假的东西 文人非常痛苦 文人把他研究注意力 转向了道家的学术 所以魏晋的时候 中国学术的特征概括为魏晋玄学 就是研究道家的学术 在这里边躲避现实世界的苦难 魏晋文人放让刑害 魏晋先生写过那个魏晋酒和魏晋文人的幅度等等 这样一篇杂文 他就是说这些魏晋的文人 其实在骨子里边还迷恋礼教的 这是痛感到礼教在现实中不再有可能性了 所以他们把他扔掉了 非常痛苦 所以放浪行害 喝酒 喝醉了酒 叫一个仆人在后面工作 说死便买我 对吧 那么这样一个文化生命的衰落 要得到拯救 怎么拯救 我们知道后来来了 中国第一次一个外来民族的智慧 对中国的影响发生在什么事情上 佛学 我们可以把佛学进入中国看成是第一次西学东建 这个西方是指印度 佛学最初来到中国的时候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抵制 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和卢家精神相违背的 一个出家人什么事情都不管 那叫无君无父 对吧 还要出家不养孩子 这怎么 严重的不孝 但是慢慢的学习佛家的经典之后 才发现这里边有许多我们中国人很难理解的东西 我们知道一个最著名的佛经翻译家是谁 玄奘 他在翻译佛经经典的时候就发现 有许多概念 在中国的汉语当中 其实是找不到相应的词来表达的 那么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 你不能随便翻译 对吧 你就要找声音来翻 那叫音乐 我们读佛经到现在还保留着大量的音乐 比如说波诺 波诺是什么意思 你说他就是智慧 未必恰当 他肯定所谓智慧的一种 但这一种智慧呢 是中国人还不能理解的当时 再比方说 波罗密多 叫抵达彼岸 到达彼岸这什么意思 彼岸在哪里 中国人向来不懂的 所以就叫波罗密多了 那个微色中里边讲 这个世界的本源是八色 前五色 前六色 我们都还能懂 眼耳鼻色生 五种感官感觉 叫前五色 眼耳鼻色生 五种感觉 对 就是对外物的 五种感觉 但它是杂多的 把它综合起来 做成一个对象 比如说苹果 那靠着第七种色的力量 那叫什么 意色 我看一个苹果是红的 咬一口是甜的 闻上去是香的 抹上去是硬的 这种种感觉结合起来 通过意色把它统一起来 做成苹果这个对象 好 前六色 眼耳鼻色生意 中国人通通能够翻译 到第七色 无法翻译 无法翻译 就不能乱来 译成什么 莫纳色 莫纳色是声音的翻译 因为不懂的缘故 不懂是什么道理 无法翻译是不懂 就是说中国思想境界当中 没这一块东西 你当然找不到 汉语当中相应的词了 所以哲学和人文点接的翻译 其实不是一个语言学问题 是一个什么 不同民族的思想境界在对话 第七色 莫纳色不懂 第八色就更不懂 一称什么 阿赖耶色 不懂就要努力的去了解 终于有一天真了解了 了解的那一天 就是中国思想受到佛学思想 极大的启发的那一刻 慢慢的就了解了 你们知道 这的确是什么意思吗 莫纳是什么意思吗 简单的讲 不要复杂的讲 简单的讲 我们可以这么说 你有苹果的意思 你有山川的意思 河流的意思 树木的意思 你一生和在这个世界中生活 有种种的意思 是吧 这种意识的状态 如同一个河流一样 也在不断的流动 我们就姑且叫意识流吧 意识状态生生灭灭吧 但是尽管它生生灭灭 不断在变化 但中还有一根红线 贯穿其中 这是不变的东西 让所有这种意识状态 都属于这根红线 这根红线是什么 莫纳是 是什么 自我 我们用西方哲学的语言来解释 叫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 让各种意识状态都属于它 对吧 就像我们到了年纪大了 还能够回忆自己 童年时候的意识状态 这种回忆的能力 靠的是我们这种自我意识 贯穿其中 莫纳是 那么这个莫纳是 我们现在懂了 实际上是什么 恰好等于什么 恰好等于孟子最初讲到的 心 印度的佛学 没有跟孟子商量过 也知道这个东西 叫莫纳是 他好像还比孟子更厉害 为什么呢 他还要说明这个莫纳是 这个心 这个自我 他来自哪里 他的根据在哪里 根据在阿赖耶色 第八社 第八社是什么 真难讲 我们简单的说好不好 让小我 我们的莫纳是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的自我 都叫小我 小我之所以可能有一个大我 这个大我 我们就可以叫他 阿赖耶色了 那么大我是什么呢 哪里去发现他 很神秘的 其实也不神秘 我们简单的说 他的存在方式就是语言 第八社的存在方式是语言 我们一讲到语言 一下子觉得奇怪 语言能够可以